前衛福部长陈时中今天受访时 也再次还原了BNT疫苗采购的过程 并且喊话郭台铭过河拆桥是不好的事 刚刚我也看了我们的新闻记者的会议 那也从以前我的印象里面那很清楚 在里面其实大家都明白 若要用个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义去购买疫苗 在这疫情期间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有很多相关的免责的规定 必须由国家来承担 所以一定是由政府来购买 所以大家看到一定要由政府来购买 那最后我们这个合约四方合约有成 那绝对是政府出了很大的力气 尽量要让这样的一个购买能够成功帮助人民 我们还是谢谢当初捐赠疫苗的人 那不过事情过了这么久 那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不要因为事后的一些讲话 大家变成一件大家互相形成误解 大家非常辛苦 怎么样让四方合约 包含利益相关人有六组 这样能够把它讲成是非常不容易 中间很多人都尽了非常多的力量 那过河拆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郭台铭指控蔡政府卡这个疫苗采购案 是因为民间党坚持BNT 对外必须写独立的台湾政府 那卫福部今天的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时任机管署长的卫福部次长周志浩 一口气公布了四大合约 强调呢全数都没有独立台湾的字眼 那么在公布的这个邮件当中呢 里面有证明郭台铭 其实早就得知私人是无法购买疫苗 而卫福部次长王必胜也发文 证实了这封信件的内容 开栓初选困难可以理解 但造谣抹黑不应该 ET Today新闻云记者独家取得了 BNT大股东于2021年6月16日 寄给郭台铭的关键回文电邮 证明郭台铭早就得知私人无法购买疫苗 但他仍然在两天后发脸书 将买不到疫苗的责任甩给政府 王必胜晚间在脸书表示 根据这封电邮 当时永林红海就知道BNT跟上海复兴 无法卖疫苗给政府一万的单位 而在永离基金会还在6月17日 发声明感谢卫福部 6月18日总统就召见台积电永林 并全力协助两单位继续购买疫苗 而且他直接开栓 初选困难可以理解 但造谣抹黑不应该 有关郭台铭指控说是因为民进党坚持和BNT的协议 对外必须写独立的台湾政府才会导致合约取消一室 疾管署在今天凌晨也有作出回籍 疾管署作出两点澄清 第一 我政府于2021年1月与德国BNT公司 所洽定的采购合约中 签署代表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没有要求使用独立的台湾政府等文字 绝无意识形态考量 疾管署表示 卫福部将在不违反保密条款为前提 揭露契约书上我方已签署的抬头栏会 以正视听 第二 卫福部与指挥中心之前已经多次说明 与BNT就讯息公开部分沟通的完整经过 2021年1月8号合约签署最终阶段 德国BNT公司以电邮要求我方删除 中文新闻稿提到我国的文字 隔天我方就将我国的部分改为台湾 更把这个更新版本电邮寄到德国BNT公司 之后变无疾而中 这个也可以证明说有政治外力影响的签署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8日在直播上爆料 指出郭台铭手中还握有当初写给蔡英文的 全家移民不选总统承诺书 许巧新提到这封信是真实存在 本来郭台铭要买1500万剂的疫苗 结果蔡英文他们说 你只能买1000万剂 因为500万剂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交给台积电来买 就是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去有这个credit 是完全给郭台铭的 当事人是说 确实有写了一封信 给蔡英文说 如果你真的是担心我选2024岁 不让我们买BNT疫苗的话 我愿意为了买BNT疫苗全家移民 看了这封信之后 有哪一些民进党的高层开始考虑说 是不是要让郭台铭买BNT进来 然后所以呢 CY讲的没有错 台积电本来就是拉出来党的 而针对阻挡疫苗的指控 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昨天表示 郭台铭去年6月的脸书内容 可以看出郭台铭在没打算选总统之前 表示和蔡英文政府合作的立场态度 现在为了争取国民党总统的提名 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遗憾 林楚英呼吁国民党不要再论喷政治口水混淆事情 扭曲事实了 她重申民进党政府没有人阻挡疫苗采购 也绝不可能阻挡疫苗采购 疫情期间政府努力洽购各款合法有效疫苗 才能确表国人的健康安全 政府相关部会已经多次还原持续说明 所谓政府党BNT已护航特定疫苗 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不实谣言 而蔡政府到底有没有为了台独而党BNT 对此卫福部长薛瑞元今天也出面澄清 直呼没有这种事 薛瑞元表示昨天晚上机关署已经澄清 至于合约详细内容怎么写的 卫福部会详细说明 薛瑞元强调政府完全没有党疫苗 而且是帮忙取得疫苗 被党疫苗应该是我们被党 不过媒体在问郭台铭说谎 还是李大为说谎 薛瑞元只说了九个字 所有的证据都在那里 那么针对去年这样的疫苗采购案 已经登记代表民众党投入大选的 郭柯文哲表示 真相总会大白了 而他也回忆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想要自行采购疫苗却碰壁 痛僻中央市庄小为 柯文哲说 2021年5月COVID-19大爆发 由于疫苗到货状况非常不稳定 台北市府想自行采购 因此主动行闻中央 但指挥中心斩金截铁的表示 中央已经买了很多 不需要地方自购 而且就算地方买了 也必须交用中央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 市府只好打消采购疫苗的念头 然而柯文哲说 BNT在去年极度锻炼 许多青少年儿童 无法继续施打补充剂 有些人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只能选择 民进岛政府力推的高端疫苗 结果高端不但不被国境承认 还得去补打其他疫苗 真的是庄小为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莫顿 日前指出说要嚇阻中国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告诉中国如果要入侵台湾 美国就会炸掉台积电 那相关的言论还有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对此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受访时指出 这是中国对台湾的政治作战 不过他回答完之后还是有媒体不断的追问 就让吴钊燮当场动怒 五度回呛说刚刚已经回答过了 不过他回答了